而政治消息要来关系的是 武都候选人陆陆续续都已经登记参选了 而现在呢台北市新北市选战是正式宣告开打 我们掌握到最新的旺旺中时民调 这里面显示呢在台北市的选情 支持度跟看好度 现在郝龙斌都是落后苏贞昌 而在新北市方面则是由朱立伦领先 郝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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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郝市长一进场马上受到热烈欢迎 民众敬酒要签名 满场支持让郝市长笑得好开心 但根据旺旺中时民调显示 郝龙斌支持度只有39% 落后对手苏贞昌小叔两个百分点 再问到谁则有机会胜选 看好苏贞昌的人超过四成 而认为郝市长会连任成功的不到三成 比吃观望态度的民众还要少 真正投票还有两个多月 还要很努力 我非常的戒胜恐惧 战战兢兢 其实民调是一种落后指标 也就是说 选民在接受调查的时候 是根据他全阵子的影响 我们的支持度 选民的支持度都在逐渐回流当中 郝龙斌从一开始的民调领先 到花风报叫乱选情 虽然前副市长李永平闪电下台 但还是有将近一半的民众觉得 对好市长选情没帮助 焦点放到新北市 朱立伦支持度领先蔡英文四个百分点 但谁有机会胜选呢 朱立伦和蔡英文都不超过四成 而持保留态度的中间选民则多达三成 本次调查以台北市和新北市的住宅抽样 信心水准在95% 抽样误差为正负3.1% 中间新闻李东一苏西亚台北采访莫道